嗨,我是阿黎 随着本地AI和虚伤5游戏的流行 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目前DIY玩家显卡预算 已经快占到整体预算的7到8成 游戏本只要架构合适 把显卡提上去 即使其他配件缩水 一样能够被接受 但如果你玩的游戏类型比较杂 有模拟器,MMO,电竞游戏的需求 那么CPU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而近年在CPU赛道上 高预算游戏玩家选MD 尤其是MD的X3D系列 搭载旗舰显卡已经快成为共识 但与此而来也出现了另一种声明 那就是X3D虽然征兽高 但抽针盾卡现象严重 X3D系列因独特的CCD结构和缓存设计 想要发挥最佳性能 往往需要玩家手动挑适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刚上手9950X3D时 遇到了5090跑分异常 老游戏电梯针的情况 但通过手动分配缓存CCD 金条BIOS更改问11一些设置后 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几乎可以说 很多玩家在使用MD桌面产品一段时间后 会被动成为电脑高手 不过笔记本毕竟是变向大众 不折腾是很多玩家选择这个品类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一直有笔电党问我 如果选X3D笔记本会比较折腾吗 什么种类游戏都玩 综合售价和性能表现 到底选MD还是Intel 这两个问题从我今年首发9955HX3D一直被追问到现在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X3D大5070Ti笔记本 在很多吃CPU的游戏能够对战 VX3D大5080的笔记本 可以以下克上 但今年年初我确实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 因为首发参考样本太少 只能进行纵向评测 所以我一直在等一款同模具同显卡 并且拥有庞大式战役的拳头戟系列 没错 这期视频的主角是 拯救者R9000P 2025至尊版AI转起 搭载16和32线程 R9 9955HX3D CPU 175W 5080GPU 32GDDR5 5600内存 1100尼特2.5K OLED屏 拥有275W总释放 以下是R9000P 2025详细配置单 与之对决的是U9275HX搭相同的显卡 二者均不做任何手动调试和额外系统设置 以还原普通玩家刚到手的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并不会特挑某种固定类型游戏 而是包含RAPG JRPG FPS ACT MMO 共计28款游戏的综合测试 首先是纯GPU受限型游戏 我们可以看到 相较于U9275HX 995HX3D确实不会带来明显的质变 提升多在10%以内 也就是几帧的差距 考虑到价格 偏好GPU受限型的玩家 确实可以把预算给到显卡 但我们并不能武断的说 3A Intel 电竞MD 很多3A是名副其实的双受限游戏 其中 博得志们 995HX3D领先了50% 提升幅度丝毫不亚于连升两档显卡 同样离谱的还有减薪 我们可以听到U9275HX这边 明显的GPU没有跑满 出现了CPU瓶颈 995HX3D的帧数近乎翻倍 漏针超过股币的平均帧 而在测试的这28款游戏中 拆翻地用明显优势的3A游戏 还有古墨另影 地皮剑舞 生化危机4 Doom 怪猎荒野 最后的生还者 明末 天国拯救 实名召唤 消失的光芒 资金力 军事超高知名度 受众极为广泛的明星集赛 至于电竞游戏和大型MMO 那只能说军事翻倍 翻倍 再翻倍 在随机抽取的28款游戏中 仅有五主之第四输给了275HX 达成了27胜一负的成绩 只能说CPU受限和双受限游戏赢得多 纯CPU受限赢得少 如果我们结合995HX3D的温度表现来看 苏马简直是 赢马了 苏马简直是赢马了 大只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X3D在笔记本端会不会只是看着高 玩起来有各种小卡顿呢 大家有这种担忧也很正常 因为X3D平均帧率特别高 笔记本又是CPU GPU互抢功耗的设定 但凡电源策略调的有那么一丁点的不稳定 玩家就能够感知到掉帧 但从我的实际测试来看 只能说不愧是拯救者做的调教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拉一个LOG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C42中 995HX3D的真剑格延迟 整体是低于U9275HX的 侧面也能看出C42其实优化的非常好 二者最高波动也不会超过10毫秒 而DOTA2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线版本DOTA2 随着地图面积和特效增加 无论是IU还是AU 团战时都会剧烈波动抽针 徐仙就像在坐过山车 其中275HX有4次波动到30毫秒以上 995HX3D出现了5次 而PUBG的表现如果以帧数警犬的标准来看 275HX简直是抽马了 反观 995HX3D版的R9000T近乎一条直线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一个游戏优化有问题 无论用啥优都会抽针盾卡 只是X3D系列平均针很高 会加强你的波动感 但如果优化很不错 X3D只会让丝滑感更上一层楼 除了游戏 很多观众也比较关心生产力 而实际结果是 吃多盒的几乎被995HX3D爆杀 原因也很简单 995HX3D是大小盒 995HX3D是16个真大盒 如果是以媒体的眼光来看 X3D版本的R9000T表现简直是绝杀 但消费者视角和媒体是不同的 媒体吹爆的Luna Lake 市场反应很一般 头都快被骂爆的Ultra 反而销量一场火爆 从个人观察来看 除了少数富歌富婆 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追求极限 而是在性能满足需求的同时 希望价格能够更加友好 R9000P2025至尊版的优势在于 应急的调教和大厂售后 对于不了解PC的观众来说 不用各种折腾 出场啥都给你设置好了 入手后即可享受X3D和080带来的顶级性能 如果你是高预算玩家 真心可以将其列入考虑范围 但目前X3D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售价 你会发现 哪怕是主打线上的笔记本 入手X3D的成本都在小一万 且很多地区埋本已经没有果补了 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虽然X3D很强吧 现实只能买8845H 甚至13代14代i5配5060的笔记本 如果MD后续能出一款8核心带 大容量三级缓程CPU给到笔记本OEM 用来搭配50605070定价6-7000元 那它一定能成为面向主流玩家的 王道级产品 女生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 再见